黃毓民議員 主席 689梁匪振英 一年多以來的作為 可以用倒行逆詩四個字來形容 他不斷挑戰港人的底線 民望跌到谷底 已經到了人人皆虐可殺的地步 特區政府10月15日 公佈在《奇妙電視》 《香港電視娛樂》 發出免費電視牌照 拒絕發牌給《香港電視網絡》 有關決定是黑箱作業 妄固程序公義 對於公眾質疑 則以行政會議保密堂塞 輿論嘩言 人臣共憤 以梁匪振英為首的港共政權 公然與民為敵 香港人如果有種 應該起來革命 自己當家作主 錦交日月換新天 本席在2008年10月進入立法會 也有參與立法會資訊科技廣播事務委員會的工作 並且由2010年起擔任委員會主席 一直監察免費電視市場的發展 特區政府一方面表示開放免費電視市場 另外一方面又要監控市場 梁振英 將大家對開放免費電視市場的合理期望 一手握緊 回應質疑的時候 總是語氣強硬 一副揚揚自得的嘴唸 浸意已決的態度 讓人此難 上星期 中共喉舌人民日報海外版的文章 要港人反省為什麼這麼多抱怨 共產黨的民軍 不如去問問他們愛國愛黨的奴才梁振英 為什麼容不下一個 純粹為港人提供免費娛樂的電視台 為什麼 總是要和港人作對 總是要為香港添煩添亂 面對廢揚民意 建制派不敢高調為梁振英護航 行政會議召集人林煥光 較早時說行會成員是顧問的角色 最終決策 由行政長官 綜合個別的成員意見作出決定 政府應該向公眾解釋發牌準則 因此被指以梁振英或清界線 羅范昭婚日前說政府的解說安排 絕不理想 葉劉淑儀和李慧琼 臨於民意 態度曖昧 語言不詳 不敢表現果斷支持政府的立場 主席閣下 你老人家 都曾經要求政府多加解釋發牌的決定 自由黨 你看田少在這裏 更加表明支持這項特權法議案 港共政權和支持者 離心離得 證明 梁振英 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獨夫文策 特區政府2009年12月表示 接受這個免費電視牌照的申請 表示促進本地廣播業持續發展 鼓勵業界公平競爭 投資和採納創新科技 為市民提供有質素有選擇的多種多樣電視節目 配合有利營商環境 提升香港作為區內廣播樞樓的地位 當時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劉吳慧蘭三番四次強調 免費電視市場是開放的 第二年 即是2010年的年頭 立即接獲香港有線電視和城市電訊的申請 然後就是後來的奇妙電視 即是後來的奇妙電視和香港電視網絡 到年底就收到Now寬品電視 以香港電視娛樂的名義申請 2011年的7月 通訊事務管理局的前身廣管局完成申請的審核 並且已決向行政會議呈交發牌建議 直至上個月的15號 特區政府才公佈結果 行政會議總共花了兩年三個月的時間審批 令到申請者和港人極不耐煩 整個程序毫無效率可言 行政長官會和行政會議最終決定三簡二 有關的決定是黑相作義 六八九良匪陣英在回應質疑時 顛倒黑白 偷換概念 理屈慈窮 還要自我感覺良好 堪稱是無恥之有 香港第一不要念 本席在多項政策議題上 都強調市民有知的權利 政府有告知的義務 特區政府反其道而行 逐步走向專制極權 特區政府封鎖的 不單止是免費電視市場 還是香港人的資訊自由 黑相作業的指控不絕於餘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的回應是 政府必須遵從行政會議的保密制度 處理申請受細節 無可避免涉及敏感的商業資料和商業機密 隨便公開 可能會對申請者造成傷害 或引起法律爭議 這是政府的說法 有一張報紙名報 在10月19日刊登一份疑似行政會議文件 指出政府在去年2月至12月 都建議發出三個牌照 否決發牌是會二度抗議的 但梁振英在行政會議討論後 決定不發牌給香港電視網絡 行政會議否認 這份明報刊登的疑似行政會議文件 是屬於行政會議的文件 但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就證實 討論過文件所提的內容 另一個媒體更披露行會 討論增發免費電視牌的時候 林煥江、葉劉淑儀、胡鴻玉和羅范昭芬等成員 支持向所有申請者發牌 政府的顧問報告 給予香港電視網絡的評分 亦高於獲發牌的香港電視娛樂 這些就是行政會議成員 自覺或不自覺地洩密 即他們洩密便可 所謂行政會議保密制 絕對不能成為專權政府欺騙公眾的工具 2000年特區政府處理收費電視牌照申請的時候 當時做資訊科技及廣播局長的尤曾嘉麗 曾經公開解釋 當時落選的人 是因為鋪設網絡技術過時 而部分申請者財力不足 但發牌不設上限 政府純粹考慮各申請者的優劣 不擔心有過度競爭 這是尤曾嘉麗的說法 二千年 今年的特區政府反其道而行 天可連見 香港人究竟作了甚麼業 為何騎在香港人頭上的政府 一個比一個不堪 梁振英的行徑 令到一眾前朝的行政會議成員蒙羞 很多人都撲出來通罵特區政府 李鵬飛和王永平指出 保密制只是保障各行會成員立場 不會外洩 而不是政府拒絕 向公眾解釋重大決策的理據和藉口 李鵬飛更直言 他自己相信 政府決策背後一定有政治因素 根本是無視市民的議員 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更發表聲明 指出政府的做法令公眾質疑 這個決定有政治動機 剝奪公眾的知情權 公眾無法透過選票和公民投票 向政府施以民意和政治壓力 行政主導這個專權抵制 基近無法無天 決定重大決策的時候 固然可以獨斷獨行 現在更加藉口保密制 逃避向公眾解釋決策的責任 主席 今天的特權法議案 有一個特別的意義 就是要阻止專權政府打壓廣大人民的資訊自由 是要阻止專權政府打開侵害社會利益的缺口 更加是要阻止專權政府立下行政會議 保密制掩飾罪惡的先例 近日多個親建制媒體 開始報導香港電視的所謂死因 這個很明顯 就是政府開始全面反撲製造輿論 例如說 香港電視計劃開台的時候 開設多個頻道 廣告深入留意支持造成惡性競爭 又或者刑辦電視為期最少十二年財力欠階者 太早作燒炮掌放煙花式的投資 將不利市場等等 我就算你這個不是全面反撲製造輿論 特區政府自覺與不自覺之間 坐視這些媒體 就這一行重大的公共事件 作出道聽途說式的報導 和欠缺真憑實據的揣測 但是特區政府就不作任何回應 來釋除公眾的疑慮 令人不得不懷疑 你是和這些媒體行系一氣 去為你這個不得人心的政策 去掩飾 有些媒體說 消息來自權威人士 我們教新聞的時候 這些叫引力新聞來源 最不可靠 據消息人士透露 根據接任行會人士透露 經常都玩這些 我做這行做了很多年 如果是權威消息 真是政府的 你就開城布公 幹嘛要鬼鬼祟祟 床頭露尾 和媒體吹風 製造假象 混淆視聽 因為我這樣的政府 還有什麼資格 去執行公權力呢?請問 行政會議掌握制定重大決策的權力 有權審批的政策 包括連的士樂標收費 隧道收費 九巴車費 發展商 樓換樓安排 中電廣登 基本電費 電台發牌 城規會分區計劃 大江草圖 機場興建第三條跑道 等等 不聲媒舉 每一項都和港人利益有關 如果所有的決定 都好像這個發牌那樣 黑箱作業 香港還可以有安定繁榮嗎? 本席認為 立法會 必須要通過今天的議案 根據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 命令特區政府交出所有的文件 將真理和理據呈現眼前 給全香港人去評理 恢復香港的程序正義 立法會議員 是民意代表 代議士 即使監督政府 郭榮鏗議員提的修訂案 林蒂菲議員刪成 人們就當他是英雄 原動議反對 這個都算政治智慧非常之高 我和他相反 我是反對郭榮鏗的修訂動議 我支持莫乃光的原動議 理由很簡單說九十幾次 郭榮鏗議員天真有邪 或者天真無邪 為了爭取更多建制派的議員支持 就莫乃光的原動議 提出修訂案 容許特區政府不懲交行政會議 商議的內容和相關紀錄 以及任何涉及牌照申請者的商業機密資料 這個做法 和戴耀廷佔中被人說他暴民 然後他說我綁著手來佔中 那有什麼分別? 自綁手腳 自廢武功 這個修訂案會讓專權政府 逃避公眾的監察 本席不會支持 我在這裡奉獻建制派的朋友 你不要以為 你口口聲聲 我投票是根據良心 就是代表你有良心 這件事是非判言 不容你的人去掩飾 真就是真,假就是假 對就是對,錯就是錯 是很清楚的 所以 你看到田北俊一直被人認為是建制派 他現在好像變成壞孩子 有些人說他要打六十多歐 和壞孩子 真就是真,假就是假 對就是對,不對就是不對 很清楚的整件事 你這次又是幫這個專權政府去護航 到頭來 喂 你又是自掘墳墓 當然有些人說不用怕我們蛇齋丙總 不是選舉我們贏定 你吹嗎? 下屆我照坐在這裏 你吹得我仗嗎? 不是的 真相不是這樣的 將來你是會死得很慘的 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個與民為敵的政黨 或者政權 它是可以繼續生存發展下去的 歷史 一定會唾棄這些人 當然今天 大家都猜到結果是甚麼 外面的人都猜到結果是甚麼 我剛才在下面跟你們說 這件事 到頭來 大家做完場租就收工了 唯一有得救的就是 大家衝入政府總部 你香港人又沒有這個吉士 你夠不夠膽 現在外面的人 當這個議案被否決之後 衝擊政府總部 我看你就不就犯 但內何香港人 就和民主派一樣 暗春 所以你食掛了香港人 主席本人僅此臣子 陳偉業議員